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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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就教了大家車票的日文 今天我們就講一下租車會用到的日文 也會講幾句很簡單的會話 希望大家去自駕遊的時候有機會用得上 第一個就是大家問可否指定車種類的時候 就可以用 できます這個文型 整句就是 車種指定 這個漢字就是問可否指定類型的車 然後 できます就是能不能夠 所以當大家想問他可否選車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句會話 租車的話你當然需要去入遊 那當你很開心愉快遊了五天或者十天之後 那究竟我們需要不需要入滿了遊才還車呢? 你就可以用以下這句會話 問歌職員呢? 好 大家可以看到啦 漢單就是滿遊 滿遊的意思啦 漢國 反卻呢就是歸還的意思 所以當大家有時候去餐廳不是看到反卻後的 那記住呢 吃完餐之後呢 要收拾好 放回去這個反卻口 是一樣的意思來的 是歸還的意思 然後 必要 必要 就是必要啦 那你自家遊的朋友呢 總覺得車當然想方便一點啦 那有時候我們未必只在同一個地方的嘛 就是你未必只在東京駕駛 說不定你會駕到去大阪 或者沖繩 應該是不可能的吧 因為要駕駛後有很多東西 但是anyway 我們有時候 你想問他 是不是可以在另一個場所還回車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以下這個日文的 車を他の遠距者へ返すことはできますか? 車を他の遠距者へ返すことはできますか? 車就是車 他の就是其他 營業所 就是其他的辦公室 然後 かえすこと 就是歸還這件事 できます 剛剛講過了 就是能不能夠 所以當大家問 可不可以其他店舖還車的時候呢 就可以用以上這句話 好 自駕遊的朋友呢 你去到日本的話 你未必一定是會日文的 當你要駕車 又看著整個Google map 都是日文的時候呢 你可能就會想問那個職員 這部車有沒有英文的導航家 那你就可以用以下這句話 以上這句文型呢 是大家很熟悉的 英語就是英文啦 然後再提一次 這裡的座詞 摩呢 是有刀的意思 就是問 這輛車是不是都有英文的導航呢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那各位自駕遊的人士呢 如果去到日本租車的時候呢 你可以試一下用以上這四句很簡單的英文 希望幫到你啦 那當然啦 有些很深入很深入的時候呢 你可能需要找偉大的Google小姐幫你啦 又或者你可以抄定一些句子啦 然後再問職員的 因為未必個個職員呢 也都會英文的 那當然啦 現在日本呢 開始做很多遊客生意的時候呢 已經多了很多留學生去打工 所以會懂中文啦 或者英文的 我覺得他們都算說得挺流利的 英文比起我五六年前去的時候 然後甚至乎更加多了中文語的員工 就是好像有少少回去了內地 或者去香港 我去香港的時候都會聽到很多國語的嘛 對啦 那我都盡量會嘗試用回英文或者日文 對地溝通的 因為難得去到外國呢 想用一下當地的語言嘛 那希望大家都有機會實踐多些日文啦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讚好一個啦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喔 有什麼最新的資訊 我會更加到Facebook和IG的啦 那大家要溫習 記得要溫這個IG的三字卡喔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啦 じゃあ またね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啦 左右兩邊呢 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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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